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敢给啊 因为他追我嘛 当时我朋友也在撮合我 然后就心思我也好面子 然后我就跟就就给他了 哦 这谈了多久了从哪之后 谈了一年多了 现在出问题了 对 来吧说问题吧 呃这次是我想来的 因为我想跟他分手 我们在一起也一年多了嘛 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情商特别的不在线 怎么不在线呢 对因为他就情商低 而且还直说话特别直 但是他对别人就不这样 他对别人就说话就情商特别的在线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我就想来这次 想分手 哦 确实他说的没错 我性格确实是直直帅帅 就这种性格 我在外人觉得还是要保留一些好感的 但是我跟他毕竟在一起一年多了嘛 我感觉跟他就是没有那种隔阂的 我们就直直快快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 可是他觉得不好啊 他做了一些什么让你伤心了姑娘 对就有一次我们约好去吃饭了 我闺蜜就给我打电话 他跟我说他失恋了 我就想着是叫他过来跟我们一起吃 然后想安慰安慰他 他可倒好 跟我闺蜜有说有笑的 就特别亲密 我就感觉我像个局外人一样 更可恶的是他还给他加菜 他都没有给我加 最近这几次都没有跟我加过 那天是这么情况 因为本来是我们两个人要约会 但他闺蜜突然给他打电话 就我们三个人 毕竟他闺蜜刚分完手 心情特别失落 因为毕竟也是他闺蜜嘛 我就出于好心 我就帮他安慰安慰闺蜜嘛 就把他就反正最后是逗笑了 你说加菜问题 我就觉得一年多 我已经加了多少次菜了 我就最近几次没加菜 我觉得你应该不至于这样吧 但是我们两个是情侣 你给别的女生加菜 那我能愿意吗 我觉得这真的没什么 如果换位思考的话 如果是他给我兄弟加菜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我反正会觉得 他变懂事了 带出去会给我照面那种的感觉 主持人 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是一个特别小心眼的人 就比如说夏天的时候 我穿一些显身他的衣服 他不让我跟外人面前穿 他只让我跟他穿 我觉得每个男生都会这样吧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穿出去 我也不会在意 因为他穿了我也不会说什么嘛 他就是心口不一 现在这么说 他做的时候真不可能是这种说法 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啊 那你是就穿给他看呢 还是也穿出去了呢 我挺听话的 听从了他关于你着装的建议 还有什么事让你伤心啊 还有就有一次我们去吃火锅 他去盛颤料的时候 他又跟服务员有说有笑的 等他回来以后呢 他还会回头看人家 然后等他坐那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问他 好看吗 我回答是 如果你开美颜的话 一定会比他好看吗 我觉得他虽然是我女朋友 他肯定在我心里最美 但是我觉得 在大家的眼里看来 那个女朋友肯定会比他好看一些的 本来我们点了鸳鸯锅 因为我不能吃辣 完全不能 一点辣不能吃 后来他把鸳鸯锅换成全辣锅了 就挺辣的 我觉得受不了的那种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干 那你生气 我比你还生气 而且到后来 你吃不了辣 我不也让服务员盛了碗水 然后让你涮吃吗 您来评评理 我本来就不能吃辣 我吃这么多辣粥 我肯定会非常难受 到最后才给我沾碗水 然后我有必要再 评理也谈不上 我这好奇啊 你怎么走哪都愿意跟人搭讪呢 对吧 闺蜜算是一种搭讪嘛 服务员也算是搭讪嘛 你女朋友不愿意 你从酒吧里搭讪来的吗 你怎么就那么喜欢这个呢 这是我好奇的 那个理平不平 没啥好评的 我觉得可能是 现在就到这个岁数了 爱玩吧 倒是很坦然 我就是爱玩 原来你这样 有答案了吗姑娘 还有一次 因为我们两个谈时间挺长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两个好长时间 没有见面了 挺想她的 然后我就约好 准天去吃饭 但是她晚上跟我说什么 说抢到了志愿者的活动 在学校要去当志愿者 然后加学分 她说她学分不够 然后等到第二天了 她真的去学校了吗 然后我就太想她了 然后我就偷偷地去找她了 想给她来个惊喜 那我们就知道了 要惊吓了 来来来 说惊吓 说惊吓 我就看着她给学妹 在言语上特别的亲密 她在干嘛 她志愿活动 到底是个啥活动 就是大一新商嘛 刚开学 然后就服务他们 哦 是 我们虽然是很长时间 没有见面了 我觉得这很重要 但是因为当时我成绩不太理想 因为志愿者活动 才是有加学分的 我觉得这是跟我毕业 是有挂钩的 这二选一 后来我肯定是选择 那个更重要的嘛 但是这个后来 我应该解释了 但是我觉得 她特别不放心我 她还去学校来找我 我觉得这种事她不至于 她说我跟学妹们 有说有笑的那样 我觉得 她们新来了嘛 肯定不知道学校的事嘛 所以她们来问我 那我肯定是如实回答呀 更可恶的是 她还叫我跟她一块 给她学妹搬行李 而且还不止一个 这怎么解释 我觉得我不能因为她找我 而那个志愿者工作就停 她在我学校也不认识什么人 我觉得还不把她 留在我身边待着呢 但是我也没有让你 搬那些东西 我就在你旁边 就陪着我嘛 我弱弱地问一句啊 挺好我们也读过书啊 街心的工作内容里面 是没有给新生拿行李的 新生自己拿 因为有些新生 可能就是女生力气小嘛 她们拎不动 她们可能带了两三个一块 也就拎动一个 把剩下的可能拎不动了嘛 是吧 她就是穿着明白装糊 那她不是的 她可以审的部分 你们现在也是师哥 要帮新来的师妹留行李吗 这是个传统 传统就是看上了哪个学妹 帮哪个学妹拿行李 我刚想说呢 有 我报到的时候 我的学长 我们老乡 带着她女朋友 给我拿的行李 还去帮我铺了床布 后来她俩就分手了 真的 但她和我没关系啊 她不是光帮我一个学妹 然后她俩分手了 真的分手了 我是无辜的 和我没有关系 我是想告诉她 这样的行为 确实就是越界了呀 你看她俩也没成啊 分了 对对对 反正就我印象当中 不会提行李的 哪 明星怎么会提行李呢 行吧 关键还是带着 自己的女朋友一起啊 我觉得 至少她在旁边 能让她放信一些吗 我是这么想的吗 行 明白了 然后 她还是一个 特别不懂事的人 还不懂事的 你再说说 因为我这个年纪 也不是很小了 我就觉得有必要 让家里人知道我谈恋爱了 然后我就带她去 见了我的父母 我特意嘱咐她 不要带烟酒 就带点水果什么就行了 但第二天 她就临着烟酒去的 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 还是说 还是说 为啥不能带烟酒啊 因为我爸爸 她身体 最近不是很好 然后我妈 一直在监督她 接烟接酒 哦 然后她就是不听 但我觉得 只是带一些水果 你特别清 第一次去她父母家 那么重要的日子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以后 她家里来人了 以为不时之虚吧 我就是往这 一个方向想 然后我们在一块 吃饭的时候 她还来一句什么 男人不喝酒 白在世上走 这种话 还说什么 多喝酒 对身体好 我妈那时候 脸色本来就不好了 你还这么说话 一点眼色都没有 酒桌上在喝酒吗 嗯 她给你爸喝的 她跟我哥哥喝 我哥哥会喝酒 但是我爸 其实他挺想喝的 就因为他拿酒了 不听我话 因为我是觉得 这么认为 我觉得第一次去 女方家里 应该把自己 真实意外展示出来 我觉得直率点好 总比那些 第一次去 去见家长那些 就委委中的一句话 不敢说的 我觉得那个 更好一点 我就有什么说什么 而且我觉得 她爸爸也很开心 我这么做 也是讨好她胳膊 因为她胳膊 可能不太看好我 您都不知道 她胳膊这人 做得挺过分的 亲哥吗 对我 亲哥 我们每次会出去逛街 她胳膊会 直接送送到我面前 刚过分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在前面逛街 她胳膊还在后面跟着 那本来我哥就比较呵护我 而且你在我家里 表现得那么不着调 那他们能放心我吗 而且他 送我过来 跟咱们一起 他就跟个透明人一样 他又没有阻止我们什么 你们约会的时候 你哥也在一起啊 对他不放心我 经常吗 还是偶尔 偶尔 偶尔还好 是你可以把你哥哥 当透明人 但是我不能这样 有时候咱们吵矛盾 你哥哥会给我发 电信或打电话 说如果你敢对我妹妹不好 我就过来找你谈谈 这种话 我觉得对我来说 压力挺大的 那你不还跟我哥哥说 你不要再掺和 我们两个的感情了 那本来我爸妈 就对你印象不是很好 然后你还这么跟我哥哥说 我哥哥然后对你印象都不好 那你这是在挑战我的家里人 那你还想跟我在一起吗 我想 但是因为哥哥不是一次两次了 好几次了 因为我也是有 算是有脾气吧 也就是直来直去脾气 我就跟哥哥明说了嘛 还有我这个人 就喜欢规划自己的未来 我们两个的未来 我也喜欢规划 那天我就跟他这么说了 他跟我来一句 我们还不一定有以后呢 走一步看一步吧 就直接泼我冷水 我当时心就已经凉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他说的话 都是一些特别理想化的 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 还是先要找好工作 谈恋爱 我觉得是需要一步一步走 我说就真的不好听 没准过几年 我们没有走到那步 可能会分呢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两个不合适 他有些东西 他根本就不理解我 我感觉我们三观就不同 你是怎么冲进 你们俩未来的呀 就想的是大学毕业了以后 可能会考研吧 然后他的话 我想的是跟我一起 你有想过考研吗 不 我过来学习 可能就没有这种想法了 他要给你提出分手 你会同意吗 小子 不会 为啥 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他 你喜欢他啥 我喜欢他任何一点 我不信 你喜欢他任何一点 你说他没服务员好看 当时我也解释了嘛 他说我女朋友 他在我心里肯定是最美的嘛 但是不许那是公开比的话 那肯定是人家好看嘛 还公开比是人家好看 哎呀你还真是 你喜欢他什么呀 姑娘 他其实除了这些缺点 感觉这个人 我因为这个人谈恋爱就靠感觉 就感觉到了就行了 但是他现在就让我太失望了 不是就对 你那话说的特实在 我就靠感觉 你感觉的是什么呀 因为一开始他对我挺好的 然后对我很上心 包括吃饭的时候一直给我夹菜 但是时间长了 就不是这样了 我就感觉他不爱我了 好 怎么办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所谓的感觉 我替你感觉一下 只不过是觉得 我一开始是被追的 怎么现在在后面的交往当中 总是接二连三的 有那样一个潜在的情敌 在我的世界里面 嗯 然后如果这样分开的话 我心好不甘呀 我觉得我也是挺骄傲的一个人 嗯 你对他的吃醋 和要想分开 在我们看来 不就是一个矛盾吗 其实这一段分手 对你来讲 最大的障碍就在于 你是又有情敌了 或者潜在的情敌 让你心不甘 不平好 那如果你能够看清楚这一点的话 就不要去计较那些东西了 自己三思这个问题 南方呢 我就这样 其实我知道自己性子只是个坏毛病 但是今天听了他说这么多 我也没想到他会对我这么评价 所以每一段关系也得照照镜子 如果人家不高兴了 不能说我就这样 我今天到这个年龄 我还得反省反省 下一次我应该怎么办 你才二十刚出头 你就开始任性了 那路越走越窄 你不思考 只是由着你的性子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自来熟 人际关系就比较 这个打得开 这可以 但是你如果不照顾你女朋友的感受 只认识自己的性子的话 那他又是谁呢 你为你喜欢的人做了什么 就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取舍了吗 你没有 对他来讲很介意 你就是因为和他搭讪 最后你们走在一块的 在他在心里面 他会担心说 那你一搭讪 可能就把他给甩了 另外这个界限不清 他其实也无形当中伤害了一些人 这个希望今后的日子里面 说话 走点心 然后才能把感情也好 生活也好 学也好 做得更好 这才是成长的气息 我觉得还挺典型的 就是女生是有一些女孩子 或者很多女孩子都会 对恋爱的一个误解 他会怎么想爱呢 觉得这个男生对我很好 他追我的时候 一开始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要东他不西 我要星星没有月亮 什么都宠我 依我 每天惦念着我 微信什么秒回 就是爱我 所以我爱上他了 这真的是一个恋爱当中的舞区 首先 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 在追求的时候 很热烈 很甜蜜 很炙热 很好 这代表他爱你吗 只能代表当时 他对你有激情 有喜欢 远远没有到爱的程度 第二 一个男人在追你的时候 很喜欢你 做出了很多热烈的表现 你就因此爱上他 那是你爱了他吗 你爱的是什么 你爱的是他对你的好吗 一段恋爱能够持续下来 长久 难道是靠对方对你的好吗 而不是你看中了这个人的人品 而不是经过相处 经过事情之后 你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值得你爱的地方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冷静下来 既然你也看到他一些 让你不舒服的一些毛病了 你去想想 这是一场真正的爱情吗 你有爱过他吗 你有爱上他了吗 我听起来也没有太爱上 对于一个你认为他盯着女生看 然后说话不靠谱 见了长辈 不知分寸的这样一个状态的男生 你还带他见你爸妈呀 咋想的姑娘 认真地去看看眼前这个人 再确定我是不是要和他真正的恋爱 更别说带他见父母 男生我跟你讲 我相信你是对他有喜欢的感觉的 但是恋爱真的是需要一些艺术的 你不能直不冷灯说 我就喜欢你 但我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我和你坐在一起 陪你的闺蜜 她失恋了 我安抚她 我应该呀 我和你走在一起 我看别的女生了 她漂亮 那我就说说呗 前提是你的女朋友 是不是接受这样的方式 有些女生 个别女生 觉得大大咧咧 你看美女 和男朋友能一起看 你女朋友是吗 她就不是呀 所以当着她的面 不要看别的女生啊 更不要评论别的女生 好不好看啊 你说恋爱不需要我们去 给自己一些约束吗 不需要让自己去做一些调整吗 那你的恋爱就离失恋差不多了 明知道她的父母是那种比较稳重的家庭 你不知深浅的还要去送烟送酒 还要大人面说那么江湖的话 好像自己是个社会人一样 丢分 所以人家越来越不喜欢你啊 所以男生谈恋爱不能说我就是值 我们就是要为了爱去不断让自己成长 我倒是觉得你们真的坚持不了太久了 也不用着急着分手 但是时间慢慢的推移也就渐行渐远了 就这样吧 谢谢 我刚才还和陆琪老师说 我说我最讨厌的就是男生说 哎呀因为你是我女朋友 所以你在我心中是最漂亮的 这是怎么了 是女朋友就在你心中是最漂亮的 不是女朋友长得有那么丑吗 你要是觉得谁好看跟谁好去啊 我跟你说 就从几点啊 首先有一点 女生的闺蜜遇到失恋的这种情况 拜托就闺蜜之间私下进行就行 有一些考验人性的事情不要去做 第二点就是 说大实话 是真的 就说我没想那么多吗 是因为你真的干脆没想它 所以你这大实话就这么脱口而出了 压根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啊 那我跟别的男的聊天 然后我说 哎这男的挺帅的 就比你帅 那你开一下美颜的话 你可能才能比过他 你心里舒服吗 所以啊 刻薄嘴欠和幽默是两回事 口无遮拦和坦率是两回事 轻重不分和耿直也是两回事 你到底是情商低 还是没把对方放在心上 请你想一想 也请你姑娘 想一想 其实没什么严重的 年轻人这个很真常 我觉得你们唯一做错的事情 就是太早见父母了 他定不下来 他没想定下来 就谈恋爱嘛 谈恋爱就谈着呗 不着急定下来 我跟你们就理清一个错误 他不是情商低 他情商可高了 他撩你的时候情商高不高 他给你个闺蜜加菜的时候 他情商高不高 他让那个服务员 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 情商高不高 他情商可高了 他不是情商低 他情商啊 他不是对谁都这样 他也不是爱的一部分 情商是一种技能 它是一种工具 它是一个技能 就是他在对于 他觉得重要的人的时候 他就去用一下 他今天看到小学妹 哎呀这个小学妹 真是好看啊 好可爱啊 我帮他去搬一下行李 不需要他搬他去搬了 他情商多高啊 为什么 他使用了情商这个工具 跟你在一起之后 他当然不是不爱你 只不过呢 跟你熟了之后 他不需要再 跟你使用这个东西了 或者呢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 你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你没有那么重要了 这句话我们俩说 怎么俩说 比如说你们俩结婚了 那结婚的婚姻当中 也不见得就天天用情商 对吧 这夫妻两个人 有的时候也累 但是呢 可能老婆不开心了 那我用个情商 让你开心一下 这个也正常 所以不是时刻情商 在线的情况 是正常的 这是一方面 但是如果配合上 他的心没有定下来 那就不正常 就是他情商很高 但是在你身上不用了 然后呢 他现在心没有定下来 对你们无所谓忠诚度 这件事 那也就是说 在现阶段 你并不是他的唯一 或者他没有考虑过 只和你一个人 去拓展这样的关系 还是有别的可能性存在 但至少我认为 你们二十一二岁的时候 让自己拥有 其他的可能性 我认为是应该的 看看这个世界嘛 好不好 没有什么对得起 对不起 今天爱了就在一起 没有那么爱了就分开 我们再去各自找其他的人 年纪还小嘛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穿越所有的人群 让自己达到某一个天花板 然后再来看一看 身边有什么样的人 是志同道合的 好吧 就这样 谢谢陆旭老师 这个你一说不重要的时候 差点给姑娘说哭了啊 今天就是拿以你们为题 揭示现在恋爱的真相 追逐阶段的时候 没有爱呢 只是好奇 其实你们现在正好是要进入恋爱的阶段了 彼此有很多该了解的都了解了 下面要进入真的去看这个人内心 学养 修为 看这个人的理想 看他更多的时候 有些人耐不住了 提出要分手 你看是不是这样 就是那些外化所有的东西 其实全都退去了 就觉得不对啊 对吧 决定你们自己最后做 其实从我看来 现在他们刚开始跨入所谓谈的门 对不对 过去都是好感 外在的 就全是外在的好感嘛 哎呦 长得好看什么的 逐渐的 性格怎么样 你看这女生就发现 这男生性格不咋地 那他还有什么优点呢 要不要再发现一下 那这时候要不要谈呢 你们自己去决定 彼此尊重 好吧 你们自己决定 应该怎么走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 真情六十 我还是非常喜欢你的 我说的这些问题 我基本我觉得都是小问题 我都能改的 我不跟任何女生去搭讪了什么之类的 还有 我觉得直甩一切好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 确实我不知道我们未来是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 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你 我就不想跟你分手嘛 但是我觉得 你还是不理解我 你话那么说 但你之前也是这么说 好话都让你说尽了 但是你做了吗 你并没有 所以我真的觉得 咱们两个真不合适 所以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怎么样 直率这件事怎么样 他完全可以不说嘛 不出来就是了嘛 怎么样 成长吧 来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请 来吧 做一个预测吧 双不出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你女生也终于知道 这场恋爱当中 他其实 这个男生他没有真正去爱 了解了嘛 所以分开 就别出来了 双不出 我也同意 双不出 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在吗 在吗 还是那句话 希望你们轻轻松松 开开心心的去谈一场恋爱 通过恋爱了解一个人 通过恋爱去寻找那个 合适陪伴你们终生的人 为了解 没事 生育繁草